又是下跪 又是磕头 年近六十的大叔 远从安徽到上海打工 心急过年 回不了家 一句上网买 说得简单 对大叔来说 可比登天还难 中国大陆三号启动春运售票以来 已经卖出超过1.3亿张 网络售票更创下单日 1029万张 历史新高 抢票盛况空前 不仅不会上网的大叔嚎啕求救 女学生也急哭了 滑手机长大的90后 买票都惨遭滑铁炉 这位大叔其实有便车可搭 却选择拼一拼 我不想用他 我觉得他都买的票 感受他的 人也哭得一杯 不料连跑六趟车站都空手而回 就看有没有好心人出手相救 让不会上网的大叔 免于沦落 人在囧途 三立新闻张信恒报道